您好,欢迎您参加由三藩市环保局提供的有关托儿所测试中主养化学物质的培训 三藩市环保局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市政府部门 我们致力于保护气候环境并提高生活素质 计划领域包括零浪费、低碳运输、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可再生能源和减少日常生活中有毒物质 这个培训是健康家庭、健康儿童保育系列的一部分 这些培训的重点是确保在家庭和儿童保育场所中受我们照料的儿童免受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 有关这些培训的更多信息,请访问sfenvironment.org 这次特殊的培训将重点放在主养化学物质上 今天的培训将会讲解什么是主养化学物质 它们用于何处,我们为何对此存在顾虑 当前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有毒化学物质的侵害 还有我们怎么样减少与这些化学物质的接触 主养化学物质研制出来是指在减缓火势蔓延 它们用于某些产品中,以满足对现在来说已经是过了时的消防安全法规 它们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 当时大多数的建筑物都没有洒水装置和火灾警报器 而且人们是可以在室内吸烟的 后来,由于对这种化学物质的研究发现 其安全性和功效都存在着问题 所以它们正逐渐从许多家用产品中被淘汰 主养化学物质通常会作为添加剂,用于某些儿童产品 电子产品,建筑物隔离层,家具和其他产品当中 主养化学物质很容易从产品中脱离出来 同尘埃粘附在一起成为细小的颗粒,并释放到空气中 当尘埃落在物体表面,而小孩子注摸到这些表面,例如地板 然后将手放进嘴里,又或者用手进食 这些含有主养化学物质的颗粒就进入了小孩子的体内 根据一些研究发现 小孩子血液中的主养化学物质含量是成年人的5到10倍 主养化学物质会破坏小孩子的荷尔蒙分泌 破坏大脑发育,降低智商,增加过度活跃程度,增加肥磅程度 降低生育能力并导致癌症 这种化学物质可以在自然界中停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而上移到植物链中,好像我们所持用的蔬菜和肉类 当前,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有害化学物质的侵害呢? 首先是,政策已经修改了 在2019年,三藩市禁止销售含有主养化学物质的带远电的家具和儿童产品 加州也通过了一项非常类似的法案 该法案于2020年1月生效 之后在美国其他的州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2019年之后 本市所有带有远电的家具都必须符合补易燃性的要求 与以前的区别 现在要求他们必须满足那些补易燃的要求 而又不能在产品中加添主燃化学物质 因此制造商就只能够损用那些天然补易燃的原材料 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家具中是否含有主燃化学物质呢? 自2014年后,所有在加州制造或销售的任何带远电的家具都必须贴上这样子的标签 如果是凳子,通常在座位下面 如果是沙发,通常会位于坐垫的下面 该标签将告诉您的产品是否含有主燃化学物质 在不含任何添加的主燃化学物质的字样旁边 都会带有一个X的字样 不过对于儿童产品,目前还没有法律要求要对其是否含有主燃化学物质进行标记 自2014年以来,许多公司已经逐步淘汰他们 从2020年起,整个加州禁止制造或销售含有主燃化学物质的家具 可是,如果你购买的是二手产品的话 而你又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含有主燃化学物质的话 最好的方法是向制造商查询 那我们怎么样减少接触这些主燃化学物质呢? 如果在我们家中有破损的家具 远电里面的泡沫已经突出或裸露出来的话 我们就要更换了 我们也可以把家具拿去当地的室内装饰店 要求他们把里面的泡沫更换成为五主燃添加剂的泡沫 还有我们要避免让小孩子或宠物啃咬五岁垫 高脚做椅垫,还有电子产品等等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主燃化学物质通常会粘附在灰尘上 因此除尘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不过请确保在孩子不在场的时候 拥有HEPA过滤器的吸尘机 又或者湿的拖把来除尘 还有就是经常的洗手 洗您的手和孩子们的手 特别是在用餐时候 或者我们为孩子们准备食物之前 如果你需要购买儿童护理产品或家具的时候 请询问销售商其货物是否含有主燃化学物质 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 您可以游览以上几个网页 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部门的环境专家 Polly O'Hare 谢谢您的参与 我还要感谢该项目的资助者 加州环保局 健康婴孩光明未来 和市长创新项目办公室 谢谢 谢谢